今天的笔记台湾来到了充满神机的观音箱 请各位观众跟着我们一起来探讨漂浮在水上的秘密 一起来寻找一口传说中从来不曾干枯过的景物 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可以将稻草化回生命 一同来品尝葵花宝典的魅力 请跟着我们一同来体验观音箱所带给大家的感动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观音箱 之前这个复兴箱有产水蜜桃 我们去大西有豆干 对 那今天观音有什么 当然就是观音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拜观音吗 拜观音是全程的往上拜 你不要往我后面走好不好 拜观音有分两种啊 应该是往上拜 没礼貌 往下拜 所以今天来到观音这边观音多的话 那神机就很多了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个 浮在水面上的人 浮在水面上的人 所以他都是用浮标 浮标这我不知道 待会看来你就知道 另外还有一口井非常特别 它是拜年来永远没有干涸过的 都是水量丰沛的 那这很厉害耶 百年初来没有干涸过 对 另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草 我们现在到处都看到草对不对 对啊 它可以把植物变成动物 现在变魔术吗 植物变动物 那是很厉害的神机 最主要是 那什么声音 狗声音啊 不是 你有没有听到南滴音 南滴音 非常滴的南滴音 这里有没有合唱团 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他歌唱得很好 顺着跟一柔顺着发出 南滴音的方向一路前进 嘿 有没有听到 没有啊 只听到鸟叫 哎呀 你看 往后面看一下 嘿嘿 哦 不好意思 他现在正在方便 你看啊 咱们说 这好的针道 黄金啦 赶快来看 是是是 哇 一只只能大这只针啊 好可爱哦 王狗你好 你不要走啦 我给你 catches 等一下 那个经理来了 经理你好 你好 谁好 经理来来来 哇 你这个租车好名哦 對 好名耶 好名耶 知道狗狗是農場最好命的豬 知道要先幫牠擦背 好讓牠帶你去尋找 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奇人 快趁著狗狗擦完背心情大好 趕快跟著牠去尋找奇人吧 那隻豬好厲害喔 到那個前面的那個交流道了 牠就自己轉彎了 牠告訴我們在前面 真的喔 敢有打東啊 還是打方向燈 因為牠那個腿很肥 腿歪一邊 哇 已經來到這邊了 京立 你好 妳是怎麼在水底 大王蓮啊 大王蓮是什麼 大王蓮妳不知道啊 參見大王 由棉禮 大王棉 牠是說大王蓮 是蓮花蓮喔 對 蓮花的蓮 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蓮花嗎 蓮花 蓮花 然後它叫做大王蓮 真的很大耶 你看看那個花也那麼大 真的 那個葉子也那麼大 人是可以浮在這上面嗎 對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趕快啦 順哥 浮在上面耶 快點 快點 快下去 請問一下經理 這個可以再重再多少 像現在大概六十幾 六十 好 我們拿六十公斤 這個最近呢 我們柯妮樓小姐呢 正在做一個減肥的運動 它以前它是超過六十公斤的 是啦 最近有沒有成功 有沒有低於這個標準線 它是高標還是低標 撐上去到底蓮花會不會整個翻倒 腿會不會太短 有一點太短喔 要不然想不到這個也要有接駁船 這好像在洗心褲的麵塘耶 對啊… 然後呢 然後呢 踩過去 真的不會怎麼樣嗎 然後踩中間 踩中間 不要踩中間 好恐怖喔 可以踩嗎 會不會翻船啊 中間… 再往中間一點 你一個人在把我勾起耶 劈腿… 後面這條船突然間離開了 然後可以就劈腿 有… 來喔 踩過去一點點 平均… 右邊一點點 右邊一點點 可以 直接推過去了 推過去… 水進來了 前面 前面一點點… 好… 有沒有平衡 差不多這樣 好… 好 現在我們放掉了 這真的很有趣耶 因為我頭一次知道說 蓮花也分這麼多種 而且有這種大王蓮啊 它居然… 說真的 沒有六十也有五十吧 這一般的女生標準的 應該都差不多有個四十八五十公斤 你看這樣子薄薄的一片葉子啊 然後加上一個這樣子薄薄的壓克力板啊 居然可以承載到五十公斤 甚至到六十公斤 這麼重的重量耶 哇 經理啊 在那個園區裡面呢 處處充滿生機 好有意思喔 對 那現在這個季節呢 還有什麼好玩的 像現在夏天快過了 這是蓮藕肥大的師傑 蓮藕呢 很好吃耶 又很營養 那這樣子 我們有在煮這些東西嗎 有 我們餐廳就有了 餐廳裡面有美食喔 你長官啊 郭九這個蓮藕 可以煮鹹的也可以煮甜的 我跟你說喔 這個如果要吃熱熱煮鹹的 如果要吃甜甜吃涼的 算啦 快點… 我們起來去吃蓮藕 這個體力太好了 是不是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了 這有什麼好等的呢 欸 好不好 欸 那你也稍微給我撿起來 那我這個 我這是要怎麼起床啦 順子一聽到有好吃的 蓮藕柔都丟在一邊 一下子就不見人了 好險藕柔更得快 但是別忘了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想吃好吃的蓮藕料理 還是得先跟著經理去採蓮子 你看 生的現採的蓮子 對啊 聞起來沒什麼味道 中間有個苦苦的東西要刮的 有蓮芯 蓮芯 嗯 蓮芯也可以吃啦 進退後 進退後 嗯 所以說口感比較厚 你看 還滿甜的耶 這整顆是 真的嗎 整顆丟進去喔 可以直接吃蓮子 這個膜也沒關係喔 可以 剪頭角 好吃耶 而且退火的喔 就吃了 而且現在正在生津耶 好脆喔 甜的耶 是甜的啊 它是微微甜甜 然後很脆 然後還有一點點水分的感覺 好奇妙喔 這個中間就是我們講了 會苦的這種連心有沒有 你看 這現在吃甜的 還不是熟的給我吃嗎 熟的有 我們待會兒 豆子 待會兒吃豆子吧 很來好 真的耶 真的耶 有上道 有紅樓屁了 好 走 來去吃 把豆腰啊 再… 蓮花大餐 哇 太青草了 這樣整桌 而且真的好像每一盤菜 就長得像蓮花這樣子耶 是… 經理 這是什麼葉子做的 怎麼會可以放在裡面 這是荷葉 荷葉要修剪嗎 對 我們稍微再來用荷葉 做造型有沒有 我以為是那個… 庭園裡面的那種有沒有 打的那種像棕櫚樹的那種 不是啦 是荷葉的 是… 可是這一道菜裡面哪有那個 跟蓮花有關的東西 蓮花一點 比我們農場的… 菜規… 菜規是農場說… 等於算是… 我講到妳的怎麼會這樣 怎麼這樣 等於是說其實在這邊 因為環境很好 包括可能除了有蓮花之外 也有很多你們自己種的啦 有… 清脆好吃喔 還很甜耶 這裡的每一道佳肴 都是由農場主人精心設計的 絕大部分的食材 都是農場自給自足 以蓮花為主要的食材 每個部位分別搭配成 不同口感的美食 不只讓您欣賞 逍遙的農場風光 更讓您可以品嘗到自然的風味 觀音鄉屬於桃園 沖績上的一部分 每年夏天都會舉辦蓮花祭 而觀音鄉民的由來 可以追溯到清朝咸豐十年 有位農夫 撿到了一顆天然的石頭 很像觀世音菩薩 就帶回去 供奉並且參拜 從此以後這個莊 叫做石觀音 到了1920年 台灣地方改治 改為觀音庄 屬於新竹州中立郡 一直到1946年正式名為 觀音鄉 提供給您做個參考 跨過這條線你就發現了 有看到嗎 蛤 蛤 植物變高物 可以升旗 畫植物為動物 哪有可能啦 沒有沒有 我跟妳講 人生是從三 這個變成三階段 第一個生出來是動物 有沒有 很動 接下來就慢慢就變成植物了 變成植物人 接下來變成礦物 就埋在地下了 所以那是人人的三部曲 但是今天就有一個變成 植物變動物的過程 你說就是這個頭前的地方嗎 對啊 走來看 真的假的 妳跟妳講 妳現在有看過這條線 妳就發現了 有看到嗎 蛤 蛤 植物變動物 王老先生在兒子的鼓勵下 成立了草編生活館 從對草編一竅不通 到現在能夠運用靈巧的雙手 編織出 許許如生的各種草編作品 不僅帶給大家歡樂 也為台灣的草編文化 帶來很大的貢獻 阿伯 你好 阿伯 你好 阿伯 阿伯 你好 阿伯 妳從小孩就開始在變成這樣 沒有 七十三歲才開始變 七十三歲 妳現在是幾歲 妳現在不是看起來這七十三 我八十歲 八十歲 對 通常是哪有這種想法 要把稻草拿來變這裡有的無的 對 我也不知道 什麼叫有的無的 沒有 藝術品 我的意思是說 做這裡有的無的 就是因為很小的東西 做到很大很大 像我們剛才看到那些牛股 還好好叫 好 妳要去找的嗎 對 這樣才找的 我們以前說 爸爸我們來做一個沒人做的 好嗎 好 我說 什麼都沒人做的 我現在煮草和黑跟麻醇都放火燒條 是 沒有菜 要我們來做一個煮草 不管好 好 這樣沒有 好啊 如果生意我就來做 王老先生巧妙的一稻草 編織出一件件精美的作品 不僅編織著舊食農耕的回憶 也編織出台灣人民堅毅的精神 太厲害了 每個人都會笑 對 唉唷 來找一個年輕人的 我還介紹一下我們很好吃的 洛神花臭豆腐 這個豆腐 你都不吃 洛神花可以做作臭豆腐 洛神花跟豆腐 應該是兩種不一樣的東西吧 阿伯你現在有在做炒豆腐嗎 對 我們糞便下去了 十點糞便下去了 快去看看 這麼厲害 來… 一定要來 洛神花跟炒豆腐兩種東西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吃炒豆腐可以喝洛神花茶嗎 還是用洛神花下去 去黃金粉裡面做出來的炒豆腐 這就台灣才能來介紹 洛神花 因為我們一般吃炒豆腐 會泡菜也酸酸酸酸酸酸 對… 我們洛神花它也是酸酸酸酸酸 我們自己煮的 自己做的 做成果价 我們可以加上臭豆腐 放在上面 第一個又漂亮 第二個它洛神花 吃起來它很消暑 不是說吃炒豆腐很燥熱 所以你屬於餐廳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餐廳這樣蛋包黑黑的 這個就是洛神花 對 紅色的 一口咬下去 總之你一定不要吃過這個豆腐 口感獨特的洛神花臭豆腐 散發著酸甜而又不膩的迷人風味 發揮上老闆用愛心研發的 蓮子豆花 在炎炎夏日當中 帶來一陣涼爽的威風 其實我要讓大家真的感受一下 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從那個酸的咬下去之後 酸的那個力量是往上走的 這個就真的 但是那個豆腐的香是在嘴巴裡面的 但是豆腐的那個食物 整個是往下走的 所以現在三方正在通化 這個氣味是還滿飄香的 你等於是有那種香氣沖頂對不對 我現在還帶你來看看好坑的 好坑的 好坑的 嘿嘿嘿 你不要緊張 你怎麼坐 我看起來去好坑的 好 我每次都在老闆 都我在這裡做好坑 不是洗衣服 好 要一起洗碗 來 幾六次 我你看好坑的 好 來 送出去 好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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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嘿嘿 老闆 切 我們還有一個年輕的 順哥 怎麼啦 切 我們老闆說這兩顆要請你推到那邊去 不然不能放你走 推這個幹什麼 這是我們的工作 你吃了我們的東西 但要幫我們做點事情 這樣嗎 麻煩你了 好 好坑的那個毛皮 我還在那裡做坑 好 你跟他做也可以囉 不過這個小孩子來這邊玩 一定很好玩 還有這些草球可以推 這很重的耶 推球 一次是推一顆還推兩顆啊 好 除了老闆娘的特色料理之外 還特意體驗滾草球遊戲 一箱貼近大自然的樂趣 那這樣子我可以下班了嗎 好玩嗎 很好玩喔 好玩 那你今天肯定會愉快 耶 200多顆 200多顆 可以囉 你都出來 接著我們來到 滿盛向日葵的農場 也許這裡可以找到 傳說中的葵花方便 讓我們跟著農場主人 來一探究竟吧 果然是一個充滿神機 又充滿生機的地方啊 有神機又有生機 那待會兒一定會有直升機 真的有 怎麼還說冷笑 但有灰雞了 今天天氣很熱耶 好 我告訴你 因為這片土地太肥沃了 真的 所以什麼可能都有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我聽說這裡啊 藏著一個 擁有葵花寶典的人 想不想練神功 莫非他就是 我們傳說中的東方不敗 有可能喔 有可能 這樣不是很不幸好 在這裡來問老闆好了 問老闆 老闆 不好意思 電整部這樣 你站在旁邊這樣 稍微先來問一下 這附近有沒有一個魔法師 魔法師我是不曉得 不過我們這裡有葵花寶典 真的有 就是我要找那個葵花寶典 那這樣子 先翻開葵花寶典 待會兒魔法師 待會兒再說好了 好 千秒都葵花寶典 要認識這個葵花寶典 那我們先體驗一下 來摘向日葵好不好 向日葵 葵花寶典 都跟葵有關係 那這樣子好了 這個不便多插話 直接工作好了 好有生命力的向日葵喔 真的是向著太陽耶 那我們要請問老闆一下 要從哪裡剪 怎麼剪 你要選哪一朵剪 像這個開的向日葵都可以剪 然後你就從它的花勁的底部 然後把它剪上去 根部嗎 又剪那麼深嗎 大概應該六十公分左右吧 花勁 那很長耶 對 對喔 我們印象中 如果有送人家那種向日葵的花束 它好像也是屬於比較常形的 對不對 是 可是老闆 我剛剛看啊 這樣子一眼望去啊 我怎麼覺得你們家向日葵 怎麼有大朵的 有小朵的 然後好像也有顏色比較深的 品種很多 對 這裡有十 目前有十多種的向日葵的品種 然後有的高 有的矮 然後有的胖 有的瘦 然後顏色也有不同的區別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 是屬於哪一種向日葵啊 這個品種比較特別 它是中間的花心是綠色的 你看 綠花心 為什麼綠花心 對 然後就看起來就更 我覺得還滿清爽的感覺 因為一般的向日葵 它叫做金鑽向日葵 金鑽 金鑽向日葵 真的有探情叫做金鑽 來… 那剪一朵回家查一下 我先來剪一朵看看 來… 老闆說大概六十公分左右 這裡吧 可以嗎 六十兩尺 欸… Lucky Lucky 其實光是一隻的向日葵還滿重的 連它這個花鏡這樣子 來…我要挑那個鏡要粗一點 然後看起來就是空虎有力的 你看那剪一個歪歪的 好不好 感若無力 來…這邊… 來 人客 先你大家來做 來… 要做到 嘿… 咳… 可是老闆 像這個向日葵 我有看過它長得很高的 你為什麼這邊要用一個這樣的繩子 把它困在這裡 控制它的高度 它這個… 因為向日葵長高之後 它就很… 然後你看它又頭中腳踢 所以它其實它很怕風風吹 所以然後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花網 然後讓它… 有個支撐力 對 它會在這個框框裡面 然後這樣就會… 而且這樣等於是說 藝人有一間套房啦 你能夠自己住在自己裡面 大家不要擠來擠去 因為你看像這個 你看我們給它支撐 它就是會稍微歪歪的這樣子 因為它這本身上面就很重 可是老闆還有一個問題 像這個向日葵 它除了這樣子欣賞好看之外 它有沒有什麼別的 比較實際的作用 是的 所以呢 我們待會就要去看一下 我們的葵花寶典了 真的 是 故事就在這裡面 好不好 機關藏一個藏口來 是 要看就是去那裡看 馬上出發 讓你看一下葵花寶典 好啦 向日葵帶頭吧 行過來 白沙甲燈塔 是台灣本島最西邊的燈塔 建於民國前十五年 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燈塔高度為三十六點六公尺 塔身的結構為 鑽石圓形建築而成 這落成到現在 都是桃園太岸的一大盛景 曾經經過數次的風災以及地震 在二次大戰期間 更受到盟軍飛機的掃射 但是燈塔依然屹立不堯 到現在依然照耀著台本海峽 提供給你們做個參考 我們來用這個向日葵 來做見證 葵花寶典 兩人幸福 來 親一下 但不是親這個啦 親這個我說嘛 真的是搞笑耶 一 二 三 親一下 我是說 親親娘啦 不好意思 我來 親一下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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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在農場主人的帶領之下 终于可以一见葵花宝典的真面目 在前往的途中 竟然巧遇正在拍摄婚纱的新人 爱臭热闹的我们 当然要来去给他访问一下 嗨 可以问一下你们吗 可以 可以访问一下你们吗 可以啊 怎么会特别选择来这个 向日花田拍照 可以你啊 新郎官怎么那么会说话 是说真的你们是住这边吗 还是是特别选来这个场景拍的 问一下新娘子好了 你问她 特地来拍的 是特地来拍 有特别喜欢向日葵吗 有啊 很喜欢 真的哦 在这片美丽的向日葵花田里 不仅让人觉得活泼又充满烧气 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好去处 来来来 我拿我的 干嘛这样 你那个软弱无力 我现在是要逼问那个 男主角是不是真心的 来来来 把这只花给亲 举着太阳娃 快 把这只花给吃下去 对着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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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向日吗 你要发誓 我讲一句你讲一句 真的吗 我发誓 我发誓 只要有太阳的一天 只要有太阳的一天 我要用我生命最大的力量 爱我的太太 那晚上都在 不是啦 还没有啊 你真的是外行 等一下 来 晚上你找别人 不要闹了啦 没有啦 其实希望是每一天嘛 太阳相生每一天 但是希望 太阳是一种永恒的感觉嘛 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给人家幸福的感觉 就像我觉得向日葵 它就是有给人家一种 开心的感觉你知道吗 好 来 还要花款我 还好 来 我现在我慢慢花拿下来 你要清一下 好不好 留下永恒的回忆 站过来 快点 抱住 抱住 上电视了 反正都已经拍婚纱了 有到害羞的吗 抱住 抱住 裙子再会拿啦 直接人先抱住 裙子我帮你拿 来 我帮你兜着 好 好 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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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 我们用向日葵 来做见证葵花宝典 两人幸福 来 亲一下来 不是 亲这个啦 亲你老公 我真的是搞笑 一二三 亲一下 我是说亲新娘啦 亲新娘啦 是啊 见新娘搞笑的啦 一二三 亲一下 Yeah 好不好 今天我们来东方不拜 葵花宝典已经掀开了 生命的力量 就重生慢慢的 一颗一颗一种子 希望你们的孩子 就跟这里面的葵花籽一样 那么多 我养不起 我养不起 你去养一个就好了 对啊 慢慢生 祝你们幸福 嗨 道别了这对幸福的新人之后 葵花宝典就在我们眼前了 好 这是那个 这个可以从外表 就可以非常明显看出来 这种葵花籽 做成这个瓦片酥 来 一般我们看到外面的这种 瓦片酥 好像很少人外面葵花籽 可以放到这么晚 一般都是可能 零零散散的啦 或者是碎的一些颗粒啦 怎么可以这么香 为什么可以这么香 这个太香了 真的很好吃耶 我以前有吃过杏仁片的 吃过瓜子的 吃过 第一次吃到满满的葵花籽 这个味道很香 非常飘逸的那种感觉 很大自然 很田园 很太阳了 而且因为它正可以咀嚼到 满满的那个葵花籽 所以它口感好好喔 这会加 这种是什么饼 好 这个更特别的 这个是手工 手工做的葵花酥饼 葵花酥饼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 我们不只是 就是说用向日葵的材料 我们还把它做成像向日葵的样子 不错 吃行补行 不是只有吃精神而已 我吃啊 中间有加什么 中间有那个绿豆 绿豆馅 绿豆馅 而且他们这个揉黏了很多次 它一层又一层的 你在吃的时候 好像通过一个时光隧道 到里面去那个绿豆 才发现 红豆吗 绿豆也好吃 大家有没有想说你才有包红豆 没有啦 真的吗 红豆 那这个跟向日葵有关系 除了它上面的形状之外 它这个是向日葵慕斯蛋糕 那它这个慕斯蛋糕里面 也加了一少许的 向日葵的花饭 慕斯呢 你是说它中间这个是 它的慕斯下这种 对 看这个旁边 对 看得到花饭 看起来好像冰淇淋 对啊 因为我一定要先吃 太冷了 原来葵花宝典之内 常有这么多变化多段的招式 果真让顺子跟易柔难以造假 由向日葵研制 的各种美食等待着你来体验 吃饭了 吃饭 真的吗 可是刚刚老板说他还有 还有什么咸的 咸的 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已经吃这个甜的 就现在感觉 然后吃甜 吃甜 炒咖啡 黏 那我现在不能再吃咸的 我喝这个 你只要再喝这个杯就够了是不是 所以等一下后面都给我吃了 你真的不会吃 不会吧 像日葵可以做成银腔 老板 像日葵香肠 像日葵香肠 是啊 你没有 我跟你讲 你刚刚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啦 你都知道我银腔白了 我反映你银腔白 那有说你刚才有说过吧 所以我拜托你 你都不要吃了 我跟妳讲我真的不要勉强 老板 我吃一小块就好了 一小块 小块 你乒乓一下 拼一下 我可以吃下去 不可以 给你弄皮 好甜好好吃喔 乖什么啦 你这样 我来帮大家品尝看看 夏日葵做的银腔 银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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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样做起来的那个香肠 感觉至少肉质很软嫩的 吃完这一盘我就心满意足了 好不好 真的吗 那你不要说我对你不好喔 你都有太好了 真的喔 我很满足了 知足常乐 老师曾经讲过 老板 真不好意思耶 全部都是这个好吃的冠状礼盒 赞赞 谢谢 我后天再来玩喔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帅哥 你有吃饱了吗 太棒了啦 你们家那个香日葵的制品 真的是就有花香 然后又料又实在这样子 好 老板 可以了 我只能拿大包小包 你送什么东西啊 对啊 我今天有帮两位 准备那个香日葵香肠的立刻 然后他叫我通通都给他的 都 通通都给他啊 是 不是啦 我刚刚是说 我吃那个也可以 那 但是你都送给他 是 那这样 那这样还有没有可以送我的 没有耶 都被他拿走了 都被他拿走的 好 好 好 可以了 来到观音箱 除了欣赏美丽的风景之外 客家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 在前驱发掘冷不干顾的景之前 先来一饱口福吧 听说呢 他们这里观音箱会吃的 哪有可能啊 你也拜托 你说用土台来装东西 那是共产像你们 英国那里有没有 大家拿这个图啊 可能来做这些 烧摇 对 做这些可以用的东西 这还比较有可能性 什么可以吃 稍等 就是说他们有奇迹嘛 现在那里有一个 他也是在做奇迹的 来问看看 我是有没有 嘿 老闆 你好 你好 嘿 老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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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们这边的土可以吃喔 对啊 我观音箱可以煮菜 观音箱可以煮菜 你再看看 说真的 不是我要笑 是真的没疼过 怎么会有可能 那个土怎么可以拿来煮菜 对啊 还是说你们这边的土有温度 对 你不相信我 我带你过去看 你自己用 眼见为瓶 对啊 就来去看 出发出发出发 因为这里的土属于红土 免费叫土 堆叠之后不易产生空气 经过柴火加热之后 温度容易保持 利用这样的摇烤方法 自然会将食材的鲜味 与配料的相继守在食物当中 吃起来当年就更加的美味了 而且在这里每年都举办 千人烘一熬的活动 刚刚那个鸡腿很烫 很烫 不要烫到的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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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烫一下 老板 老板烫 来 老板才是内行 捷套 你看…他根本就不怕烫 你看… 这个要倒倒 这个里面也有很多汤汁 还有汤汁 对 你给他看看 这两个人吃成这样子 一点好满足的感觉 还我在旁边看 比较脆弱一直撞下去 你们两个不要只顧着吃 要记得还有传说中 永不干枯的景 你们两个倒倒吃 我先来去看一个东西 我先去看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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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吃…不着急… 看东西也要抬起 这好料不吃 老板… 我才知道 我叫他在那里吃 我才知道我会去串丹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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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不是…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我想说大家一个好意 我也想去看东西 你… 你… 我先去看东西 我先去看东西 好吗 谢谢… 谢谢… 不要… 不要… 来 老板 我看你一直把孙哥在划 不然他把你做什么东西 不是吧 不是吧 那是我最初要拿去店 的本索 他把我打掉了 蛤… 本索 我知道 孙哥人很好 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现在把本索打掉 在台北七段 不然还要提出一个 環保垃圾的事情 是老板 今天我们来这里 你是不是有传… 有啊… 我最初的鸡腿 你啊… 我会给你打包好笑 你还要让你带回台北七段 谢谢老板 我就知道老板人最好 这不客气 帮我帮我帮我 我帮你帮我帮我帮我 分上我们的工作人员 没问题 OK… 谢谢老板 我们来去看 下半节目要为大家介绍 一口神奇的井 百年来从来没有干涸过 我在这儿先为大家补充 介绍一些有关于井的传说 中国传说是博弈发明的井 而在澳门 因为淡水缺乏 以前规定 有井的家庭 在柱子上面必须写井和P字 这个标志牌 是让消防队员 在救火的时候符号的提醒 提供给你做个参考 孙娜 你的心声我都有在听 你的痛苦我完全清楚 你如果想要喝到上 甘地的座椅 我先把我看起来 看起来 这样应该吧 这样应该吧 天气还要喝下去 走到这里还很脆 不得要去那儿喝水才好 孙娜 好 你的心声我都有在听 你的痛苦我完全清楚 你如果想要喝到上 甘地的座椅 我要心心把我睡觉 这样应该吗 这样还看不到你的声音 这样应该吗 可能又不够 不够 不够 这样应该吗 最好 还可以坐载 福利挺身 这个声音怎么听到乖乖 可以了 出来 可以了 可以了 喂 你 你真的发作新鲜 要把它修理就对了 你的心声我完全都有在听 你的痛苦我是完全清楚 我咳 我咳得疼 哭下去了 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来到了观音江甘泉寺 据说这里除了有供奉一尊 天然形成的石观音 还拥有一口百年以上历史的井 究竟这口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 哪永远不曾干枯过的井呢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吧 不要再教我 但我跟你说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石观音 干全市 这个铜鸟是我们丹鸟 我们台湾首创的最大的青铜鸟 它的宽有16.97 它的高有10.714 你看看 这个全世界找不到 我们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 观众朋友啊 你听孙哥说到这样 一定感觉他真的是很有学问 对吗 不是在台湾小 但是说到这个学问 不是我们孙哥有 是我们老师有 好 老师 辛苦了 辛苦了 你这样 走小钞给我们孙哥看 真的不好意思 好 来 就是那个有没有 16.97 高10.71 我眼神也要够锐利才看得到 是喔 老师好可以放下来的 都已经被识变了 好 老师这个我们这样 总共花了多少这个铜 做这么大一面墙 这是这个4 那个8厘米 8厘米 很厚 8厘米 那花了不少钱喔 当年好像 2000多万吧 2000多万的一面墙 是 一面墙2000多万 这里已经有多久的历史了 这是民国86年 最近好像十几天吧 十几年 但是整个感觉越来越古葡啊 这个大的庙真的非常灵验 里面有很多特殊的事迹 再加上里面是不是 我记得有那个石头上面 有观音像的显像 而且里面真的有一口 干拳的井喔 是的 所以我刚刚不是随便乱说的喔 是的 你看我就说 观音昨天就托梦给我了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一席话 完全就是你知道 就是打从内心里想要告诉你 我再教你一下 神明没有再托梦了 我是显灵 不好意思 今天到的观音像 真是一个奇妙之旅 处处有玄机 处处有神机 老师今天这边一定很好看 带我们去观赏一下 是的 是的 我们再跟我来看看 好 帮你试神机 传说中百年永不干枯的井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跟着老师去看看吧 在哪里啊 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对... 就是那个了 快点... 去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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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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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在那边 所以这是自来水吗 在这里 在这里 潜水... 潜水是在后面 是的 那这是把它引起来 是的 在这边 做一个比较漂亮的感觉 是的 所以我们在找那个神机说 永远不会干涸的一口井 管他就在这里 有声音在保病 来... 你带我们去看看 好 想不到真的是这个怪怪 真的 就是这口井吗 是... 没错... 清澈见底 是的 超干净的啦 清澈如尽 但它不是像我们一般 以前看的啊 就是那个井是深的好像 看不到底的对不对 其实这个井又很深耶 这是潜水 潜水是冒出来的 冒出来是啦 人家可以吃病 但是哪里有泉水 会冒出来啊 从墙壁里面啊 从旁边... 边层边... 从旁边的 那现在要喝是整个 如果我们要喝可以怎么样 你要像狗一样喝吗 有 这边有瓢子可以 那里有瓢子 那里有瓢子 这里有瓢子 这里有瓢子 而且我们看到里面的是 石头那个石头堆里面 从墙壁里面慢慢冒出来 是 这有瓢子 哇 这是安全帽吗 没有 这样就可以喝吗 给你们看这个水有多干净 你看 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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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清 洗洗脸就好了啦 好不好 还是要煮过才能喝 最好是煮过 不要去煮过 全层是全层的 对 好冰凉啊 真的很凉耶 很像那种吸水的感觉 有没有 对 很凉耶 你看我们很千层的 就跪在这边 甘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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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来这边真的有很多人 取这个清澈的泉水 然后会回去煮吗 是啊 有泉水 泉水垢地都有香味 所以只要有喝过这个 煮过的泉水之后 会得到保佑 是啊 感觉自己也舒散 我现在觉得那个气从这个 甘甜慢慢往上升 那这个人呢 有没有感觉 有觉得整个人要升天了吗 没有啦 很祥和 是 感觉很慈善 我一点都没有礼貌 每次都要弄样 那这个 这一口井 它的历史有多久了 历史了 我可以从 冰冰的地方相吸 冰冰的地方 冰冰的地方 坐一下 好 就是那个 清朝乾隆四十五年 就是冰冰前一百三十二年 是 冰冰两百多年 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井 已经有两百多年的意思 是 我们那个在这边 庙的右前方 水塘 就现在的 叫做桂姆波 桂姆 桂姆 叫桂姆波 那一口水井 农历 那年农历二十九年 勤工万里 突然那个雷声大作 馬务 敢刮 好像民间故事一样 是 突然间 這一道雷光枕 对 雷声大作 只为那个池中 有人冒出一个石头 像神gin也冒似神gin 把那时候 那刻 Charles 一石头丢了 丢不动 一直都不动 到那个 同年农历 四月二十二十的时候 一个奴婦捞起来 捞起来在旁边煮一个草窑 在旁边煮一个草窑功夫 三天以后就显灵了脱木 就是这个泉水 那个水可以吃的 可以治病 当年医药不发达 因为你也盛行 很多人都那个病 但是生命将士说 这个泉水可以治疾病 对 结果一般性是就拿来吃的 结果很灵验 这时候一直传下来就是那个 一二十十传百 对 流传民间 是啊 现在就是这个甘前世 由来就是这样 是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宁可幸其有 尤其是在那个世代两三百年前 那整个医药 两百多年 不发达 医药不发达 对 那有这样的神明的加持 大家至少都争取的水比较干净 可能别的地方水也比较 已经都被污染过了 今天是泉水 泉水 泉水 永安渔港位于今天节目 观音乡临近乡镇的渔港 是中益区渔会辖内的唯一渔港 属于第三级的渔港 也是台湾唯一以客家族群 为主体的渔港 永安渔港原本是一个小的渔港 为了应用渔船大型化的需要 不但是新辟码头 还挖身防盗 并且延长兴建原有的防波堤 规划才十分良好 景色非常的美丽 有空欢迎您来玩玩 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我个人非常喜欢观音乡 没事的时候开着车到那边去 看看风景 吹吹海风 感觉蛮不错的 台湾有很多人摆观世音菩萨 喜欢观世音菩萨 所以观音乡的乡民 何等的荣幸跟观音齐名 这里我希望观音乡的乡民 以及台湾的每一位朋友 都受到观世音菩萨的庇佑跟保护 并且职其停留家 我在观音的海边 等待着你美丽容颜 那天你轻轻走过我面前 和风吹越过山田 告诉你一个幸福地方 柔柔的海面扇着金黄 温暖你和我的心房 美丽的观音箱 虽然是这样 但是我们一个礼拜 还是拿个卫生机去检验 那检验都是合无规定的 都合无规定 太厉害了 是 所以说可以放心 当代还是有当代的一些做法 但是传说里面 传说了一个神话 所以这个《遗古遗经》 大家来这边 但是这个泉水还是要劝大家 还是要煮一下下去 是 最好是这样 对啦 因为现在人 其实肠胃比较没有古早人 那样好 而且就是大家其实现在 还是习惯就是喝水 要煮过比较卫生一点 好 欢迎到地下来 都来玩 本事要前程 要有神秘的保庇 是 那我们也要到里面去 好好的拜一下 对 要谢谢 欢迎 好 谢谢 好 来 拜拜 来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 欢迎香所带给大家的感动 在这里 村民的存福与热情 再再地体现出 台湾人民的活力 和生命力 在这一片受到 众神庇佑的土地 感受到处处生机 而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留给我们的 不只是风卧的大地 和昂然的环境 更是带给我们 心灵上极大的安定 我感觉这次我们真的 来到一个处处充满 神机的观音香 是 整个心灵 其实我都觉得呢 非常的舒坦舒服 而且有神秘保别所 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在这一片土地上 真的你看 每一个地方 其实它都充满着生机 充满着黄金 是 其实呢 万物呢 从地而游 有心里的薄味 你会觉得好像 荷花 莲花长得特别好 然后呢 这个万物呢 它都绿油油的 你看那个树叶 特别大 特别有灵气那种感觉 对啊 你看物场很丰富 有莲花 有莲子 可以把它拿来做成 各式各样的一种附属品 是 对不对 然后就连稻草 你可以把它画生起 对不对 而且呢 还有葵花宝典 真的厉害啊 是啊 然后最特别就是这个甘泉水 两百多年的历史耶 对啊 到现在这样源源不绝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啊 其实人家讲说 你说披折大地 就是说你是一直在滋润的 你一直让大家有感受 大家也很愿意地 在这块土地 继续地努力大拼下去 对 所以在你得到的同时 其实也要记得回馈哦 对 来这边有求必应 但是等你呢 人家都答应你呢 你呢 有能力 也可以帮助很多的别人 OK 看起来 看起来 为了孤单 一步一步 小酒到顶行 这就是台湾 这家是台湾 台湾 台湾美丽的家乡 粉啊连山 海啊破花 一句一句 情好世界疼